弟子家楼下,住着一位比丘尼出家多年,在家与子女居住,日常帮助一些居士解答修行,现由法师告诉他,此等作罚,严重犯戒,必须回到私院,背诵早晚扩,重新受戒,或者受方便戒,杀迷戒,这位比丘尼感到十分苦恼,请求老法师开始。 这个问题 佛法术 这个第一次跟我说的是张家大司 57年前 他老人家告诉我 佛法重生智不重心事 也就是真意修 如果在寺院里面真意修有妨碍,回家去真意修些 你做出好榜样吗 你将来的时候真的往生吗 像我们香港 河东的老太太 这里有个什么 她那个道场叫 叫什么联究院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就在香港这个地方 河东老太太 念佛往生 他们全家都是基督教徒 她老人家一个人念佛 儿女很孝顺 不反对 家里也供佛她 她念佛是坐着往生的 欲知识知 表演给家里人看 家里人看的这个样子 通通说佛了 度了一家人 好像当时 这个新闻界都做出报道 她把她的房子捐出来 作为佛教的道场 东元九月 就是现在还在 真干才行 如果真正能把这个三个根落实 那你真的是佛经里面所讲的 善男子善女人 你真做到了 有这三个根 你再去受三规 受五戒 就很如法了 那么现在有很多 寺院道场 他不是念佛法门 你念佛 他们不赞成 他不欢喜 他要请你走 我这一生当中 学尖教学坏了 这当年李老师告诉我 他说你学讲经 讲得不好 还可以 如果讲得好的时候 你的一生走投无路 哪个寺庙都不欢迎我 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 我曾经在居士家里住过17年 我们韩馆长 没地方去 寺庙里要什么呢 要做金灿佛事 如果我要去赶金灿做发会 那每个庙都欢迎你 你去讲经也讨厌你 不要你 所以讲经不容易 你们如果要发心学讲经 你就想到将来走投无路 吃净苦头 到一个地方去讲经 住一个月 挺喜欢 大家把你当贵宾来看待 三个月就讨厌了 半年一定把你赶走了 所以我到今年到82岁的时候 无家可归到处流浪 非常不容易 这个道场是居士道场 这不是寺庙 所以你就晓得 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 我们真正干 要干自己 自己好好休息 如理如法 什么都得放下 明文立 五语六成 通通放下 这个日子才能过 如果还要明 还要立 还要贪图五语六成的享受 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这是现实环境 你不能够不知道 知道之后 在家里修行一样 也很好 你的家里面小孩供养你 当地的护法 一心念佛了 求往生 有点养你 没有闻点 想起来 觉得 有点养你 对 没有 没有 你 有点养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